脑补一下马丁·路德基,在一座金字塔前,发表过有一个梦想的演讲,或者5美元后面印着一座通灵塔,自从1922年5月30日前总统卡夫托宣布其漏程以来,近一个世纪里,林肯纪念堂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建筑,但是林肯纪念堂委员会曾经收到诸多设计稿件,如果当初选择了其他设计,今天的国家广场也许将是另外一幅面貌。 美国国会在1911年决定出资建造一座纪念林肯的建筑,当时博给了林肯纪念委员会200万美元的预算,在当时这是一笔据换,之前的国家纪念馆从未得到过这么多的经费,大量建筑师都希望参与其中,但最终筛选出两个人,张拉斯尔·狗普和Henry Hickham的设计大多是新古典主义风格,Pole的设计则更多受到了其他文化中纪念碑和纪念堂的设计, 从古希腊风格到美索布达比亚风格,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于帕特农人庙,高250英尺,比国会山还要高150英尺,一座巨大的巴比伦神塔,风格类似古代美索布达比亚建筑。 在这个设计中,建筑极座周围有着四尊雕像,最顶端则是林肯站立的雕像,一个金字塔,每一面都有一个巨大的门廊,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古埃及风格的华盛顿纪念碑,Pole,对,金字塔,的执念简直,这个是玛雅风格的金字塔,在塔顶燃烧着永恒的烈火,Pole的最后一个设计, 是一个直径为320英尺的开放式圆形大厅,林肯纪念委员会,本来很喜欢这款古典希腊风格的建筑,但是后来,他们觉得Pole的设计太过偷好了,最后还是选择了,Pole的版本,下图Pole的设计最终获胜,虽然做了一些修改,但是主要的设计元素得到了保留一个新古典风格的神庙,里面坐落着林肯的雕像,周围雕刻着他的名言,Pole对他的设计没能最终成为 林肯纪念堂感到非常失望,但是他在1935年成功迎向了杰弗逊纪念堂的设计